請問一下曹大哥的VCR 像我和我女朋友 跟曹大哥一起 住在一起 那比如說平常生活就是 現在下雨啦 天氣不好啊 就會拿錢給我女朋友說 那個外面刮風下雨 你走路去捷運算很危險 那你要不要就是 坐個進程車 至少比較安全 然後也不會全身死搭搭的 就像我女朋友很喜歡吃 一般家裡的家常菜 不愛吃外食 曹大哥都會自己 去買菜 回來親自下廚 然後讓孩子們帶便當去公司 然後知道說 誰不喜歡吃什麼啊 然後就閉開 喜歡吃什麼都多放一點 就像在家裡啊 因為我的手 碰到清潔劑 或是說清潔用品 就容易脫皮 所以家裡的網筷 盤子啊 洗衣服洗襪子 全部都是曹大哥自己洗 自己做 自己曬 也不讓我碰 也不讓我幫忙 而且常常跟我說 有多少錢要做多少事 就是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 口子心快的人 難免會得罪到別人 可能有人不喜歡 但是也無所謂 因為這是一個自己活的 方式和價值 我們為自己而活 也不是為各種酸民而活 你還有我 所以曹大哥 我愛你 然後你要加油加油 我們鼻子家這位是我們曹大哥的剛兒子 鼻子轟轟 這比我兒子還會講 也很會講啦 也很會講 因為在幾年前 對 我就覺得 我就希望他讓女朋友搬來跟我住 因為我很怕我一個人在家裡 萬一我洗澡 不會不會不會 不是 不是不會 很多事情很難講 那我就說 玉香姐我在講這事 你為什麼一直要把我情緒弄成這樣 我真的在講這事 我是很難過 因為我的朋友很多人就是這樣 像我一樣沒有結婚一個人在家裡 突然就 就走了 我很怕 我洗澡啊 或是我突然頭裝到馬桶 或是 在家裡突然呼吸怎麼樣 所以我請他跟他女朋友搬過來跟我住 那我覺得既然是兒子 我也把他女朋友當作兒媳婦 你想吃什麼 番茄炒蛋沒關係 我天天吵 他帶去公司的便當 我天天幫他們做 我很開心 然後我也覺得 我每天起床 我都有看到人 因為我以前起床都沒有看到人 家裡沒有只有我一個 那我現在每天起床我看到他們 我都覺得 雖然我洗衣服 倒垃圾 所有的都我做 但是平常講 我還蠻開心的 人家八年級 八年級跟你沒有血緣的關係 人家為什麼要陪你這個四年級的 這個才是我感動的地方 而且我當時是沒有錢的 我真的是沒有錢啊 他說沒關係 超哥等你出來上電視你再給我們錢 因為一般十七八歲的人不會做這種事的 所以我一直很謝謝他們 我說 有一天超哥走的時候 你把所有的東西你都知道在哪裡 你就把我處理簡單就好 不用通知誰 我很謝謝你們兩位 陪我度過我人生最後的一頂路 真的不是他謝謝我 我應該謝謝他們 真的 曹大哥真的很暖心 因為像我就是都有追蹤曹大哥的臉書 然後他對粉絲也都很好 我記得有一陣子他就是很多粉絲會去留言說 他們想要吃曹大哥做的陝西涼拌小黃瓜 結果有一天我就看到曹大哥晚上的時候 他就真的就是直播 然後再說我現在在做那個小黃瓜 然後明天要給粉絲吃 那我就想說好貼心喔 就是真的都會把大家的話寄在心裡這樣 所以我現在很珍惜活著每一天 然後看到演藝圈的那個變化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盡量告訴自己 真能量 不要一直往灰色的地方去想 然後所以我現在也慢慢改變我自己 剛剛謝謝你們節目講付出代價 付出代價很多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些代價對我來講並沒有什麼 我睡覺我心安理得 我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 我睡覺我心安理得 我沒有虧欠誰 所以你們不用酸我沒關係 我演藝圈可以待 我就待 你可以栽贓我 你盡量栽贓沒關係 我也可以不用待演藝圈 我一樣可以過得很簡單 走我的合體 走我的路 我每天都去走合體啊 他每人都在跑步 我每天都走合體 不是 其實我今天聽你們大家講下來 我就覺得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你們都看到網路 別人留言講什麼講什麼 我覺得去討論這事情幹什麼 我一輩子從來不去看網路 我也不會看 告訴我三個孩子 永遠就是這樣子 不用在乎別人怎麼看你 你也不用去看網路別人講你 怎麼講你 誰在乎 他是你的誰啊 有些酸民我常常講就是躲在社會 陰暗的角落 然後落落自私的小螞蟻 真的 我們有一次做節目 來 酸民 來 我們到攝影棚 面對面 你發現這些人 在鍵盤上罵得很狠 一到面對面 暈哥 不好意思 不要 我不要話 對 都不敢講 全部都是這樣的人